七个很难听懂的财富真相,特别是最后一个,如果你能看懂今天的内容并且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,那么就不愁财富不来找你,找个没人的地方静静地看,自己悄悄地成长。 第一,普通人很难靠努力发财,因为商业的运行逻辑就是二把定力,80%的人给20%的人打工,如果你想收获更多的财富,那就要先让自己变得值钱。 第二,收获财富其实很简单,你崇拜谁,你就会成为谁,如果你崇拜层口简破烂的王家里,那么你就是该帮的小弟,如果你崇拜开小迈谷的离生,那么你也就是开小迈谷的人生。 同样的,如果你崇拜年入千万的王总,那么你最少也能年入百万。 第三,收获不到财富的根本原因,有可能是一直在贫穷的圈子里打转,那么如何来判定自己的圈子是否贫穷呢? 只要你的圈子里喜欢抱怨,自私,损人利己,沉迷低级快乐,那么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你该换圈子了。 第四,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养成富有的习惯。 你的习惯是富有的,那么你就不愁赚不到钱。 你的习惯是贫穷的,那么财富就会远离你。 多干你不喜欢的事,多好夫人打交道,很重要。 第五,永远不要自嗨,靠结果说话。 一个人自嗨的行为是最傻的,自嗨不能让你恋富,还到最后一无所有,紧紧感动自己罢了。 你要学会去感动别人,因为只有感动别人,别人才会给你买单。 第六,不找找自己的原因,一个人远弄在自己身上找人,那么他就会怨富。 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改正,不断地打磨自己,挑战自己,这才是最关键的。 第七,赚到钱了要兼运,不要浪费,一定要敬畏财富,感恩生活。 倘若你赚到了钱就去花天酒地,那么你未来不会变富。 只有感恩金钱的来者不易,竟为自己的付出和努力,那么你能收获的财富才会越多。